接下來是練習類比的輸出 類比的輸出 那我們在S4A裡面類比的輸出是569 這三隻接角 所以我們把LED拿起來 我們這次把你的長角 正極要從第九角來控制 所以我們從第九角拉一條線過來 然後你的戶籍一樣是接在GND 所以現在我如果在第九角送電 送出來就會這樣子形成一個回路 然後讓LED來發亮 不同的是因為569它是類比的輸出 所以你在輸出的時候 你可以決定我要輸出多少的電壓 多少功力 我要用幾層的功力做輸出 那麼正常的情況下 我們是要串連一個220的電阻 那線流用才不會讓LED燒毀 那因為UNO裡面它有內建電阻 所以這樣子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用其他的板子就要注意這個問題 一般LED都要串接一個線流電阻 這是要注意的 接下來我們把實際的電路來做一下連接 那我們在接零件的時候呢 盡量都先斷電 然後把你的剛剛的LED拔起來 把你的腳張開 那一樣負極是接在GND 那正極呢這一次我接在第九角 第九角 因為第九角它是一個可以控制輸出功力的 這個我們叫他們的專業術語叫PWM 麥波頻寬條變 那這個東西可以控制輸出的功率 那我們如果在這裡送電 送電 然後它電就會經過這個來到LED 讓LED發亮 然後再回到GND 電是這樣在流的 那所以只要送電它就會亮 那不同的是現在可以決定它輸出多少的電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的程式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D9角接到LED接到D9角上面了 那所以我們來控制這個用類比的方式來控制LED 那我們要控制類比的輸出的話 它的積目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那這個叫analog 就是控制類比的輸出 那輸出呢這邊是選角位 我們可以看到有569 這是因為那個S4A把它寫死了 就寫死在這幾隻腳上面 那所以我們只能選這三個做輸出 然後這個255就是輸出的功力 那最小是0 最大是255 那所以我們現在直接點兩下 你可以看到這LED是全亮 全亮用全部的力氣在亮 時程功力在亮 那如果你輸入0呢 我們再點兩下 可以看到它就完全切掉了 所以它的範圍就是從0到255 那0就是送出0伏特 255就是送出5伏特的意思 那麼所以 如果我送出10的話 那它的功力就是255分之10 再乘上5伏特 那我們試試看 有沒有看到 就亮一點點 亮一點點 如果是50呢 點兩下 沒有 比剛剛稍微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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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100呢 它就更亮了 更亮 然後200呢 又再更亮 又再更亮 那我們的肉眼 通常大概200以上 到250 你會覺得好像 其實 看不出來差很多 看不出來差很多 因為LED呢 它大概2.1伏左右 它就可以亮了 好 那我們來做個程式 讓它有不同的亮度 一開始是0 我們用四個等級 10 50 100 255 好 那 一樣給它重複執行 可是這樣子 不行喔 這樣子你會看不出來差異 因為執行 程式 執行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 你會來不及看出它的差異 所以記得喔 我們中間給它加一點等待時間 每一個我們都讓它等待一點點時間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亮暗的差別 那我現在執行程式 那各位注意看一下 這LED 有沒有 亮度會一直在做改變 亮度會一直 最後這個 不要忘記 最後一個255也要一秒鐘 不然等一下看不到255的亮度 所以這樣子就是一個類比的輸出 類比的輸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用不同的功率 功率 不同的功率 在做輸出 不是只有亮跟暗而已 不是只有亮跟暗 那所以這個 類比的輸出 事實上它也可以拿來當作數位的輸出 以0就是off 25就是暗 好 那 所以其實我們在 XFOID的程式裡面呢 你可以總共控制 有7個 7個輸出 那其中4個是數位的 3個是類比的 那3個類比的 又可以當作數位的來用 所以總共可以共識7個輸出 除了馬達之外 好 那我們解說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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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